男孩每天都给鲨鱼投为寿司 鲨鱼不仅不攻击他 还和男孩成了好朋友 然而有一天 一场台风席卷而来 无情地摧毁了男孩的家 他被迫坐在救生法上 漂浮在茫茫海洋中 这时一群凶猛的鲨鱼包围了上来 但就在他们打算扑上去 把小孩吃了的时候 其中一只鲨鱼认出了他 之后鲨鱼们并没有伤害他 反而护送他进入他们的洞穴 从此成为了男孩的父母 在这里 鲨鱼教会了男孩潜水等各种技能 很快男孩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异 不仅能在海里憋气两个半小时 腹部长出鱼腮 背部生出鱼鳍 而且牙齿变得异常锐利 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鲨鱼男孩 两年半之后 鲨鱼男孩在海中游异时 不巧被正在钓鱼的阿伟钓走 并带回了家 这两个同龄的男孩 很快成为了一辈子的好基友 直到这一天 一位美丽的女孩出现了 她拥有火红的秀法 还会攀火 所谓阿伟将她称为岩浆女孩 她前来寻求阿伟和鲨鱼男孩的帮助 拯救她的口水王国 于是阿伟和鲨鱼男孩 跟随女孩踏上鲨鱼飞船 随着飞船已急速升空 他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然而这时 阿伟感觉有些眼熟 因为这里竟然和她的梦境 有十分甚至九分相似 男孩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江水流淌着纯牛奶 就连脚底下的小船 都是曲奇饼干 一脚踩上去 全是黏糊糊的巧克力酱 环顾四周 到处都是雪白的奶山 然而就在这时 两个巨大的曲奇巨人 突然站起身 他们伸出八十米长的手 抓住盒中的饼干 准备送入嘴中 好在孩子们身发明星 从八百米高空一跃而下 这才成功躲过一劫 阿伟本想就这样躺在地上 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没想到这时 突然天空乌云密布 岩浆女孩赶紧射出火焰 烤焦阿伟的屁股 把他叫醒 原来是反派 他带着一群跟班追了上来 鲨鱼男孩虽然能打 但双拳男敌四手 更何况电客水 所以很快就被电得不成人形 阿伟只能鼓起勇气 在脸上抹上一抹奶油鼓励自己 然后挥舞拳头攻击 自然是屁又没有 接着被电击拿下二杀 结果还得看岩浆女孩 他突然变身 摆脱了束缚 他救下阿伟 然后鼓励他使用能力 想象自己印象最深的东西 拯救众人 于是阿伟一番苦思冥想 对一边香蕉动起了歪心思 成功把香蕉变成了一艘船 最终他们过五关斩六将 终于来到寒冰国 打算偷取这里的寒冰之心 这是唯一能打败反派的方法 男孩爬上八百米高的柱子 拿下水晶 没想到手一抖 水晶摔了下来 下面的岩浆女孩伸手去接 不料瞬间就被冻成了冰块 随后四周的冰块复活 变成了士兵 将阿伟和小伙伴 押送到了寒冰公主的面前 阿伟告诉公主 拿水晶是为了拯救星球 公主被他们的决心感动 并说出他们刚刚拿到的水晶 其实是假的 真正的水晶 其实藏在他们身后的柱子上 只要找到就可以带走 但聪明的阿伟一眼就看出 真正的水晶就在公主的脖子上 见计谋被识破 公主只好将水晶交给了阿伟 随后几人找到反派 鲨鱼男孩第一个跳入水中 对反派展开攻击 但反派早已做好准备 倒出很大的电满 水底的鲨鱼男孩 瞬间被电得没了声息 为了救她 本身怕水的岩浆女孩 毅然决然跳入海底 将男孩救上了岸 但同时她身上的火苗也被扑拈 这意味着她将失去性命 直到这一刻 阿伟才意识到自己太没用了 一直跟在团队背后吃资源 结果没有发挥半点作用 想到这里 她全力使出超能力 创造出一座火山 刚醒过来的鲨鱼男孩 立马明白机有的意思 抱起岩浆女孩 以200码的速度跑上火山 然后把女孩丢下了岩浆海中 下一秒岩浆女孩满血复活 并使用光的力量 强化了鲨鱼男孩 鲨鱼男孩成为海洋之王 召唤出众多鲨鱼 把反派打进了水里 导致她掉入水中瞬间短路 反派不甘心 于是决定去地球搞破坏 阿伟立马使用能力返回 然后利用寒冰水晶 将反派冻成了渣渣 至此电影结束